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成全你 以前的结束了吗 结束了才能重新开始 你好好爱她 她知道你爱 我很佩服这样的女性 我觉得特别了不起 因为其实 她是从一个人生的挫败者 从一个 她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被遥远一手捞上来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觉得她 其实她是想成就遥远 她的目的 最明确的目的就是这一点 所以她做的所有的 她付出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这个男人 所以她才能做的格局这么大 她是一个 非常有爱的一个女人 然后 也很有责任性 同时她也很独立 她也知道怎么完善自己 因为她的精神力量就是 她一定要成就遥远 她认为 当她在她人生最低谷 她打算放弃生命的时候 遥远救了她 在那之后 她就变得无比的坚强 她可以为遥远 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她认为遥远 一直没有达到 她想要 想要达到的那个顶峰 你就是我老婆 遥遥就是我的闺女 明天 咱们去民政局啊 喂一下时间 如果日子到了呢 咱就领证 在你出现以前 我跟遥遥她爸的婚约 就可以解除了 我和遥远等的就是这一天 本来过年回家 我们是要领结婚证 我如果自私的话 我就领了 但是我没有 我这条命都可以给你 但是这个男人 是你告诉我 这不是爱情 你说你把他当亲人 但谁能分得清呢 三年啊 风里雨里 我们一起过的 我认为是亲情更多 所以之后刘爱莲会选择 就是离开了 因为她看得很明白 你遥远对她是一种心情 我这一直没做到你心 遥远你别傻了 你爱的是她 小欧 你听我说啊 如果我这次 如果我这次扛不过去了 一定要帮你遥远 好 小欧 嫂子这辈子就求你这一次 你一定要答应我 小欧 你一定要答应我啊 我跟曾林陪多妈妈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起 所以平常我们也会 经常在一起去 但是跟刘业 确实是从学校 出来之后 我就几乎没有 在生活当中碰到过她 我倒是经常跟她太太见面 因为孩子在一块 就是在一个学校学舞蹈啊 或者是一起带着孩子 去看摄影展啊 经常跟她太太碰到 在聚会上 但是跟她一次也没有过 所以这次见到她的时候 觉得她的变化特别大 因为当时当年 她在我们班 男生里面是最小的 就是打篮球的时候特别帅 当然是一个就是 可能我在班上比较大吧 就是在我眼里 是一个小弟弟那样的 这次见到她特别成熟 闻人处事啊 还是从对表演的理解 表演的方式来说 都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一个人 在远方 其实我还没有从头到尾看过 但是我听有朋友 他内部看了以后说 非常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也很期待 我也希望观众能够 喜欢我们这部剧 喜欢刘爱莲